由於疫情嚴峻 公立醫院在早前曾經暫停了這個陪產的服務 在這段時間我們收到不同的意見 在我們公立醫院婦產科統籌委員會 和這個感染控制專家討論過這個問題之後 考慮到陪產人士 其實是可以幫助舒緩孫婦生產的時候的情緒 減輕止痛的需求 也都對產房的運作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在未來1月12日下星期二開始 在公立醫院就會有限度恢復這個陪產的服務 但是陪產的人士就需要嚴格遵守感染控制的措施 而這個有限度恢復陪產的服務的安排就是這樣的 第一 所有產婦入院的時候 都會先做這個新冠病毒的篩查 報告陰性的時候才可以有人陪產 而陪產的人士我們需要提供過去三天內 預先做到的新冠病毒測試陰性證明 而也不可以是一些正在接受檢疫或隔離的人士 第三樣就是我們建議計劃陪產的人士 在孕婦逐月的時候 可以開始定期做這個測試做好準備 第四就是陪產人士入產房的時候 要配合相關的感染控制措施 例如必須要是沒有發燒 也都要配戴外科口罩和穿著保護袍 至於第五項就是未足月的時候 我們知道在緊急分辨的時候 可能陪產的人士未曾預先做這個測試的話 我們都會因應這個需求 就是確定如果他不是住在一些需要 強制檢測的大廈 沒有發燒 沒有接觸過確產人士的話 我們都會著情給這些未足月的孕婦 安排陪產給他的 現在陪產之後 我們希望他儘快可以去做這個測試 而儘快將我的結果通知醫院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